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提老師 今天我們繼續來講 男生追女生十大NG行為下集 上次我們講了三點 從認識到加賴 都是有地雷要防止的 那我們今天從加賴之後開始講 假設你前面都很順利的認識加賴 那接下來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我們今天的重點放在節奏 掌握好丟球的節奏 接球的節奏 你會聊得如魚得水 所以第四點就是 不要打作文 有些人啊 女生家裡賴就很開心 常常一個訊息發一大串一長串 你可能覺得這樣代表很有心 但是打那麼多誰他媽看得完 你以為在打作文是不是 這可能會讓人壓力很大 記得談戀愛不是考試 是面試 以及用心寫考卷 還不如會閱讀空氣來的重要 五 掌握聊天速度 保持好節奏 觀察對方聊天的速度 你可能會想說 對方回得很慢 是不是對你沒興趣 但其實不是 每個人的習慣都不同 就像我遇過聊得很快的人 也遇過聊得很慢的人 人家聊天節奏跟你不一樣 不代表什麼 讓對方感到自在才是最重要的 跟你聊天頻率合著來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人家聊天速度跟你不一樣 你就會覺得對方怎樣怎樣 甚至有些人還會怪人家說 你怎麼不理我 你怎麼對我那麼冷淡 這樣不行 會讓人家壓力很大 對 所以 有時候人家回答你 就沒有一直回的習慣 你還不相信 你就以為是拒絕你的客套 有些人甚至會因此仇視對方 焦慮症發作 對一萬步來講 如果你們真的聊天頻率很不合 那交往後可能會更痛苦 那不如不要聊 好第五點 不要沒理由的直接打電話 有些人在要到LINE之後 會想要更進一步的和對方通話 視訊 但有些人就是有電話恐懼症 你們的關係 也還沒到那麼親密的狀況下 突然打電話或視訊過去 可能會讓前面的努力毀於一旦 所以 在想要打電話或視訊電話之前 記得先問過對方 或是你可以用一些比較技巧的招式 像我都會說 你要不要聽我彈吉他 對方說好再打過去 那就是你要塑造出一個情境 讓你打電話的這個行為很合理 不要讓對方覺得你的目的就是想看他 而是想要表演給對方看 所以才打 打電話是一個手段 它不能是一個目的 讓對方比較不會反感 第六點 不要亂給會讓人壓力很大的承諾 我知道很多男生的戀愛 你腦都進展得很快 今天女生跟你說可以當朋友 明天你就想好你們小孩的名字啦 在聊天過程中 你可能會聊 比如說 我以後帶你去哪裡哪裡玩 我們以後要升幾個幾個 這種東西你自己想想就好 不要說出來啊 你可能會對你們的未來有一些憧憬 但對方可能只是先想當朋友 你就一股腦收這麼多 其實很容易讓對方感到壓力大而退縮 所以不只是聊天速度要轉好 你們聊天的深度也要轉好 避免壓力過大的話題 也避免太膚淺的話題 7.要幽默但不要亂開玩笑 很多男生會想展現幽默感 確實幽默這個特質是不錯的 但不是每個人對於玩笑的尺度 都和你一樣 這點你必須學會將心比心 有些地獄玩笑或是黃腔 在還沒有那麼熟的階段 不要亂開 適當的展現一些大眾 都覺得有趣的幽默 沒有幽默就算了 千萬不要硬要為了幽默 而弄巧成拙 讓對方覺得你是一個親服的人 這樣就不好了 8.不要亂送禮物 這點就是你要掌握好你們關係的分寸 你們是什麼樣的關係就送什麼樣的禮物 要有心 但是不要過度 除非你是土豪 而對方非常敗勁 那鈴鐺別論 否則正常的情況下 很多人覺得雜錢送昂貴的禮物就是有心 但其實這也會讓女生覺得壓力很大 收好像收禮物就要跟你在一起一樣 不收又覺得很失禮 因為我的經驗 手作卡片是最好的禮物 自己親手寫的卡片 不要給我用電腦打哦 再來是對方需要的東西 你和對方聊天的過程中 也會得知對方需要什麼 可能是民視 但通常是暗示 你必須自己去抓 至於有些人說送鮮花玫瑰花 我個人建議是不要啦 送玫瑰花就有點曖昧 好像有點目的大於心意了 更何況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花 就算喜歡也不是剛認識的階段 就一定喜歡你送 所以手作卡片好不好 九 假設你們成功約出去 那我們就要討論很重要的話題了 錢 吃飯要不要錢 水店要不要錢 月子中心要不要錢 飯錢要不要AA啊 逛街買東西要不要AA啊 這點也不單是男生表現 也是雙方互相觀察的一個重點 我們先講飯錢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技巧 我飯錢都會付掉 你要在女生對方面前付給他看 這時候你要觀察女生的反應 一個好的女生會主動跟你說 不用啦他會付 就算是場面話 他也會這樣說 但如果對方都默不作聲 你可能就要再觀察一下對方這個人了 如果你覺得 都你出沒差 那也沒差 那如果是有些女生硬要付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有技巧跟他說 這張我出啦 下一餐給你請 展現出嫉妒的同時也預約了下次的邀約 一箭雙雕 十最後一點 不要無腦告白啊 這點就是掌握節奏的核心 很多男生都抓不到告白的時機點 其實抓不到就代表你不太會閱讀空氣 也掌握不到兩個聊天的節奏 一個好的節奏是要自然而然的 在恰恰好的時機上 畫龍點睛告白順利交往 這邊嚴格來講會分兩派 一派是自然交往派 一派是確認關係派 有些女生會希望確認關係 所以她會希望告白 有些則是認為說自然而然即可 不需要告白這個儀式 一個好的告白時機 是要在情投意合愛意最濃烈的時候 我建議不要準備禮物花束 不然被拒絕會很難看 而且如果真的在好的時機點 就不需要這些道具 很多人覺得說自己準備得很好 但其實根本沒有顧慮到對方的感受 說不定對方今天根本沒有FU 你準備一大堆根本压價 所以好的告白時機點 是需要你觀察對方當時的心情 當時的狀態 如果你們已經相處到對方變得很冷漠 或是才剛認識沒多久 那真的不要無腦告白 會死得很難看 就這樣 以上就是這兩天的 男生對女追女生十大NG行為 我是葉庭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一些喜歡我的頻道 的影片 也不是她的問題 寂 Mate 很關 Bridge understand 能不能讓 Lunch 如果 這個 放了 兩